豆豆几人违反了乐高世界的法律 被化身成警察的丁丁给关了起来 只有完成丁丁的挑战获得最高的积分 才能从牢房里离开 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乐高世界 所以牢房里的一切东西都是乐高做的 就连马桶也一样 这时丁丁过来了 要他们戴上和自己一样的手套 把面前的八块积木给叠起来 最先完成的人积上一分 挑战开始豆豆三人都在努力地叠着积木 但乐高手套实在是太碍事了 连积木都拿不稳 大壮刚要完成 一个不小心就给弄倒了 你肯定打不出这个字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后 强哥竟然先把积木全给叠起来了 给他加上了一分 随后第二个挑战来了 每个人面前放着五个盒子 通过摇晃盒子听到的声音来给他们排序 顺序准确无误的人就能加上一分 豆豆三人仔细地听着盒子里的动静 边上的丁丁等不下去过来催了下他们 几人只好赶紧糊弄一下 先从大壮这边开始查看 中间有两盒的位置搞错了 然后轮到强哥 他逐个打开盒子 发现他也错了两个 最后轮到了豆豆 从第一个慢慢打开 没想到他竟然一个都没错 豆豆加上一分 不知道是丁丁急着下班还是其他的原因 不等豆豆几人休息 直接开始了第三个挑战 豆豆三人被关在乐高牢房中 只有完成丁丁的挑战 获得积分最高的就能够离开 不然就要永远地留在牢房里 不等豆豆几人缓过神来 丁丁便开始了第三个挑战 丁丁给他们各自分发了十盒的积木 要他们以多米诺骨牌的方式 来把最后一盒的乐高到进大碗里 最先完成挑战的人就能加上一分 豆豆三人再次忙活了起来 强哥这边急着拿到积分 直接把乐高推倒了 大壮发现之后一起和豆豆责备起了强哥 好在丁丁把积分给了大壮 不然大壮和豆豆肯定不乐意 随后便再次开始了挑战 丁丁给他们拿来了三框的袜子 要他们把袜子挂在前面的杆子上 你肯定打不出这个字 挂的最多的就算挑战成功 由于这袜子实在是太轻了 豆豆他们试了好久都没能成功 豆豆再仅剩最后一只 才成功挂了上去 但大壮全部扔完了都还没挂上去 这时的强哥竟然把袜子含在了嘴里 然后把袜子给系上 没想到成功地丢了上去 看来强哥挺聪明啊 所以强哥再次加上了一分 豆豆几人挑战逃出乐高牢房 每完成一次挑战就能加上一分 分数最高就能离开 反之就要一直留在这牢房内 在强哥睡得正香的时候 一盆乐高毫无征兆地倒在了他的头上 原来是丁丁来叫他们来挑战了 这回丁丁拿来一箱乐高 要豆豆几人用零件拼装 拼出来的最好看的 就能加上一分 三人急不可耐地拆开了箱子 立马抢起了零件 大壮眼急手快地抢到一个小人 你肯定打不出这个字 过了一会后 丁丁来检测作品了 豆豆做了个简易版的机械战警 强哥则是一个能转动的小人 看到大壮的作品时 丁丁立马就生气了 让你来创作不是让你来剪现成的 所以这轮豆豆加上一分 直至目前为止 豆豆和强哥得到的积分一样 由于不知道会放了谁 豆豆打算和他们演一出戏 丁丁立马从外面赶了进来 检查起了豆豆的伤势 强哥趁机偷走了钥匙 在确定豆豆没事后 丁丁说豆豆和强哥能直接离开 但大壮要留在这里 强哥在离开牢房前丢下了钥匙 大壮现在异常的激动 他拿到钥匙决定等会再离开 确定四周没人后 赶紧打开牢房逃了出去 不得不说这几人的配合 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小伙伴们想看更多 有趣的挑战视频吗 欢迎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